上周四,拜登利用安全卫生署OSHA推出了针对企业的疫苗强制令 这个命令要求在明年1月4号之前 超过100人以上的公司都必须让员工完成接种疫苗 或者是必须要每周都接受检测 这个是针对私人公司的条款 那这一条强制令一发,马上就引起了大批的法律诉讼 因为这条疫苗强制令非常明显的违背了宪法 在上周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马上就对拜登这条强制疫苗令发出了暂停的指令 原因是法官认为这条强制令存在着严重的法定和违宪问题 这听起来还挺奇怪的吧 政府真的会推行违宪的法令吗 政府应该是最知道法律的条款 而且他们应该是最清楚宪法的 既然他们知道宪法是怎么要求的 怎么还会明目张胆的提出违反宪法的命令呢 其实这些政治人物会推出违宪的法令一点也不奇怪 就拿去年加州的新冠肺炎政策来说吧 当时纽森就强制的关闭教堂 这就是违宪的 但是很多教堂乖乖的照做了 政府让关我就关了 大家就开始了线上聚会 但是有几个教堂 像是Calfrey Chapel 加略山教会 以及Pasadena Harvest Rock Church 磐石教会 还有Grease Community Church 都是当时站出来跟纽森打官司 反对这条违宪的命令的 最后结果怎么样 纽森输了呀 因为这就是违反宪法的呀 但是他得赔这些教堂打官司的钱 钱从哪来 老百姓的税金呗 就这样一折腾赔出去了不少税金 而且还成功的阻挡了很多教会不开门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政治人物是故意的 他们知道是违宪的 怎样我就先做 要是有人告我的话 最高法院介入了 那就到时候再说 针对这一次第五巡回法院 暂停了拜登要实施的疫苗强制令之后 白宫方面对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 就有记者问了 第五巡回法院说这个是违宪的 那么现在公司和企业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要不要实行强制疫苗的命令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 不是我们熟悉的Jen Psaki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她一个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 现在得了新冠肺炎 在家里隔离呢 现在代班的就是白宫的副发言人 Karene Jampier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针对这个问题 她是怎么回答的 The administration clearly has the authority to protect workers and actions announced by the president are designed to save lives and stop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as DOJ said they will be defending these lawsuits to a business center who sees the headlines back you know the rule's been state now should they prepare their employees now to get vaccinated or should they wait while the school is N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I appreciate the question we think people should not wait we say do not wait to take actions that will keep your workplace safe it is important and critical to do and waiting to get more people vaccinated will lead to more outbreaks and sickness so this is about keeping people in a workplace safe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more businesses and school closures and most lost jobs and keep us stuck in a pandemic that we're trying to end like we do not want that to happen we're trying to get past this pandemic and we know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get people vaccinated so people should not wait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go move forward and make sure that they're getting their workplace vaccinated 你们先做 我们这个法案随后就会通过 美国司法部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虽然第五巡回法院 暂时判定这个违宪 不过没有关系 司法部会为我们辩护 你们公司赶快的该强制 现在就开始强制吧 赶紧让大家把疫苗都打起来 疫苗打不打 可以根据你自己个人健康情况的选择 但是指甲一定要涂 Niji Nils的指甲油是使用 Tenfree的材质 这是一家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大家可以登陆网站 NijiLA.com去选购你喜欢的指甲油 在网站上面有超级多指甲油的颜色 不管你是喜欢素色的 还是喜欢带亮片的亮晶晶的 或者你是喜欢偏光的颜色 都有超级多的选项 感恩的季节快到了 买一套指甲油 不光是送给自己 或者是送给家人 都是一套最棒的礼物 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AI News时 就可以获得九折的优惠 好 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左派把违宪都说的那么好听 因为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人民负责 我们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负责 违宪算什么 我们能做这些 还不都是因为政府爱你们 既然政府这么为我们负责 那我倒是很想要知道 CDC的工作人员 疫苗接种率有多少 我会有限量的时间 我会有限量的东西 HH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那,那是我的問題。 我替我操作為複零, 但我會問我一個很正常的問題。 我已經被說了, 我已經被說了, 我會說了, 那是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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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左派在发言的时候统一的套路 尽管人家已经问得非常非常直接 我就不说 这是啥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人就是在说谎 我只要答非所问就能够逃过一劫 不管有多少摄像机在拍 不管有多少sanders在看 左派的疫苗现在渐渐的开始低零化 一开始疫苗推出的时候 说65岁以上的人群是最有必要打的啦 这个病毒对年轻人还好啦 然后又慢慢变成年轻人也要全部打 你们这些不打疫苗的人 就是阻碍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人 为了公司员工的安全 不打疫苗你就不要上班了 你会害死人的 主青蛙的水在慢慢的升温 左派现在在推的不仅仅是给你给我打疫苗 连小孩他们也盯上了 CDC上周宣布建议5到11岁的孩子 接种新冠肺炎的疫苗 CDC这门一宣布 旧金山马上就做出了回应 他们就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在室内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求5到11岁的儿童 必须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够进入 不光是旧金山市支持这样的条例 纽约也不堪落后 纽约市长白思豪发了一条推特 说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 5到11岁的孩子在市政府的接种点 接种新冠疫苗就有机会获得100美元的疫苗奖励 我的妈呀给钱呢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以现金的方式给出去 但是就算是同等价值的贷金券也是很吸引人 100块 这个纽约市长白思豪 他为了让人打疫苗真的想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 之前他上电视吃汉堡 说你只要打了疫苗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汉堡套餐 现在为了让小孩打 又来告诉小孩 打疫苗就给100美元的疫苗奖励 左派为了推进进程 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 这边有市长给钱 那边就派出了小孩非常喜爱的动画人物 给疫苗站台 非常受到小朋友喜爱的一档儿童教育类栏目 芝麻街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大鸟 Big Bird 这个的确名副其实 因为这个形象就是一个毛绒玩具的形象 黄色的羽毛 看起来这个鸟个子有超过180公分的样子 就在这个大鸟的推特上面 礼拜六就发出了这样一条 我今天接种了新冠病毒的疫苗 我的翅膀感觉有点痛 但是这个疫苗会给我的身体 带来额外的保护 使我和其他人保持健康 不光是芝麻街的大鸟 发出了这样一条推特 在CNN的节目上面 芝麻街的人物也上了电视出了镜 和专家们一起 跟小朋友们宣传疫苗有多么多么的好 这不是一件很卑鄙的事情吗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小孩 你看你喜欢的动画人物也打疫苗了 打疫苗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些动画人物是小朋友们很喜欢的 而且他们会对这些人物说的话完全相信 左派就利用这样的方式来给小孩子做一些洗脑的作用 不仅仅是告诉他们打疫苗了 像是同性变性多元家庭 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些东西灌到他们的脑子里面 左派是可以完全直接的跳过家长 通过这种方式与小孩对话 把他们要传输的信息通过这些动画人物 传送到小孩的脑子里面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这种技术也被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给小朋友们打疫苗 用上这个技术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要你戴上诊所提供的眼镜 你就会顿时被眼前的画面吸引 好吗, Luigi? 你喜欢超人的超人吗? I'm so happy you're here I've been expecting you My name is Sushi Welcome to Dragon Valley You've come at a perfect time I've been told that you want to become a Dragon Master I'd like to give you a gift A special Dragon Badge I'll put it on your arm You'll feel a gentle, cool touch OI! Você voltou! Você voltou! Oh, primeiro o pólen de gelo É bem rapidinho, vem cá, peraí Você voltou, agora o fruto de fogo Mais ó, vamos lá Bé rapidinho Você voltou, deixa eu pegar aqui Você voltou, vai escudinho Você voltou, obrigada Você voltou, vai escudi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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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去旅游啊 想啊 听说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政府从11月1号重新开启了旅游大门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真的啊 好啊 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 我知道 我推荐洛杉矶唯一专精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迦南美帝旅游 他们在三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 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 耶路撒冷的枯墙 耶稣祷告的克西玛尼园 坐船游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漂浮的乐趣 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 好多人都说 哇哦 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 而且迦南美帝旅游公司这次的行程 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 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 马拉以林和齐骆陀登上西奈山 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 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 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详细资料 请和迦南美帝旅游的 Pamela或者是Windy联络 电话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哇是不是超棒呢 我又不是因为做节目不能请假 高低我也想去一趟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打电话联络 加南美帝旅行社 1877-737-9937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 左派真的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吗 在美国医学院的网站上的数据显示 新冠肺炎对于儿童的致死率 在0%到0.03%之间 并且目前为止有7个州的儿童 都是0死亡率 如果我们再拿这个数据 跟流感来做一个对比的话 报告显示 0到4岁的儿童流感的死亡率 是1.8% 5到17岁的死亡率在0.3% 比新冠肺炎造成的最高儿童死亡率 还高了10倍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种方式 又是发钱 又是利用动画人物 来让小孩子一定要打疫苗呢 尽管这个死亡率在这么低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是担心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 那流感你为什么不强制打 毕竟死亡率比这个高了至少10倍 这是多么可耻的行为 为了实现集权 而让小孩去打不必要的针 更不用说打了疫苗之后 造成的各种副作用以及死亡了 没有人会对这个东西负责 他们只是告诉你去打 你打了你就会保护别人 保护自己 打死了算谁的 算你自己的 左派在推行极端疫苗令的时候 不仅仅是不尊重个人选择 更是把一些人逼向了生命的绝路 下面我就来给你讲一个主流媒体 不会告诉你的故事 Daily Wire报道 一名23岁的女生叫做Cody Samuelson 她出生以来就患有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多囊肾病 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诊断为 中末期肾衰竭 她现在在用的肾 是她妈妈移植给她的 但是这个肾只用了18年 身体就产生了排异反应 不能再用了 于是从2018年开始 这个女生就接受肾的透析 在医院开始准备肾脏移植的排队 等待挽救她生命的肾移植 虽然她的身体情况 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 但是根据她自身的身体状况 以及三名护士对她的建议 她决定不接种新冠疫苗 结果她的这个医院 就因为她不要接种疫苗 把她从等待肾脏移植的名单中除名了 针对这件事情 医院的发言人 Crack Burner证实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的确是会有可能 没有资格接受器官移植 并且她有提到 医院有针对那些在医学 宗教和个人方面 反对疫苗的人 制定了豁免程序 医院在上个月的官方声明中表示 我们要求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作为成人实体器官移植的资格 然而对于医疗或宗教强烈的持有个人信仰 我们确实有一个豁免程序 但是这一位被医生踢出名单的女生说 医院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有豁免这件事情 他们跟医生谈的时候 医生只是非常坚持的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要打疫苗 从来就没有说过可以豁免 去找谁批准这个豁免也不知道 只知道说她必须要打疫苗 她要是不打那就一切免谈 在上个月 科罗拉多大学卫生系统拒绝了 雷拉尼·鲁塔利的肾移植 因为这位病人拒绝接受COVID-19疫苗 肾脏的捐赠者跟这位病人一样 他们都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拒绝接种疫苗 他们也被医院除名了 肾脏移植手术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根据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统计 全国就有9万200多个人正在等待肾移植 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平均排队 也需要排个4到5年的时间 那既然这些医院强制这些要接受肾脏移植的人 去打疫苗 那针对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Daily Wire的记者也问了医院说 那么如果捐赠者或者是接收者 在打了疫苗之后产生了副作用 比如说像心肌炎 那要怎么办呢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医院的答复 疫苗真的是救人的吗 还是一个让本身已经很脆弱的病人 更加难得到治疗的工具 还是要用动画片和100美元 来吸引那些根本就不需要打疫苗的小孩来打疫苗 我昨天看到有个朋友 在我们某一个视频下面留言 他说AI news指批判左派的同运 但未批判疫苗 这样将无法捍卫真理 我不知道你说的批判疫苗是指什么了 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期关于疫苗的节目 在我们频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去我们频道里面找找看 非常多 如果你说的是我们没有批判过疫苗的药理 所以就没有办法捍卫真理的话 那我不知道 就是真理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们不讲是因为我们不想说谎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去批判疫苗的药理 因为我跟Eason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医生 甚至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因为身体太健康的缘故 根本就没吃过什么药 可以说是连基本的药物常识都比较差 我们两个讲药理 你敢听吗 我相信如果我不说这些话 我们两个就去网上看一看别人都是怎么说的 查一查哪一个老外博士的资料 照猫画虎大概也能说个七八分 故事性再写的强一点 点击率应该很快蹭蹭蹭的就可以涨上去 引来一大堆人鼓掌 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验证任何一个所谓专家说的话 我也认识一些医生朋友 各个都是念医学院毕业的 但是他们对疫苗的看法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们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但是有一些医生就认为这个不错 很好可以打 有一些人就认为并不是很好 连念了这么多年医学院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 更别说是我了 那么从去年大选开始 我就发现网上的假消息太多了 多到一大部分的人都会被骗 而且这些假消息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听起来非常刺激 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从药理的角度去讲疫苗 我们就没有办法捍卫真理的话 那你好像设定的这个神对我们的标准来讲未免太高了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你理想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做到不要说谎 如果我讲了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 那么我就是在说谎 如果你喜欢看关于疫苗内容物 那些听起来非常刺激 让你一听就好像是喝了二两白酒 可以开始骂左派的话 那网上有太多了 中文的英文的都有 Rumble跟Telegram上面都一大堆 也有很多人愿意扮演专家的角色 不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分不分的清 阿斯皮林跟阿莫西林 我认为诚实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品质 或者或许等到哪一天 神呼召我去读医学院 我研究明白了再来跟你讲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些事情来看 你就已经知道你要不要去打疫苗了 不需要去研究内心 你根本就不明白的内容物都有什么 有什么都是别人跟你说的 作用也是别人跟你说的 实实在在的看左派在用疫苗做什么集权 是更好看 更让人警醒 更能从里面学到东西的一出大戏 比你研究里面有什么有意思 而且明白的多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我们的频道 说真话不容易 被YouTube一直掐着流量 要做上去更不容易 每一个人的转发都能够帮助我们很大的忙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咖啡会员中 给我们买一杯咖啡 帮助我们的事工成长 谢谢您的收看 愿神祝福您 稍晚我们会放出精彩的看看留言吧 我们到时候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